和之前大家看到的展覽有些不同 就是今次我們會再更加傾向一些日常生活的東西 包括有食物方面 有他們日用品 或者一些小刀魚丟垃圾 或者資源回收 我希望透過這個展覽 大家會看到一個更加立體的北韓 對我來說本身最大的衝擊 當然是他的影像 還有他的用色 即是那些大紅、大黃 你遠遠都會看到 還有他們畫的畫風是很有衝擊力的 我一開始都是喜歡這種軍事 那種海報師 但是慢慢慢慢 我再沉澱回看多些 我就發覺現在 尤其是今次展出這一堆 和生活有關的海報 其實它背後可能有更多故事 包括那個國家的政策 他想和當地人民說些甚麼 或者怎樣去教育他們 尤其是這個場地 是一個和家居有關的場地 希望大家可以真的來到這裡放慢腳步 去欣賞一下 包括他們畫畫、畫的海報 以及嘗試去享受一下放慢生活 去看看北韓人真正他們日常會見到的東西 其實三次旅程反而對我衝擊最大的 是當地的人 我會覺得幾神秘的東西 你去看過去感受過 那樣東西就已經差不多了 但是我去到那裡接觸的人 包括小朋友 包括接待我的導遊 他們那種對我的關懷 即是那種體貼 和小朋友那種天真 反而是令我想繼續繼續再去這個地方 我反而最影響的不是他們有多特別 而是他們和我的生活有多相似 他們有iPad的東西玩 他們有遊戲 那我和導遊聊天 喝酒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接觸交流 喝多兩杯就說 我就說我真的很感謝你 因為他們有一個慣例 就是你去幾天 導遊就要住在你的酒店陪著你幾天 我就說 Sorry 我來了這麼多天 你也沒得回家 然後他就說 不是啊 其實我 因為他差不多70歲 他就說 我女兒結婚了 家裡只有我和我老婆 我對著我老婆幾十年沒話說 我就覺得 原來不管這件事 這種男人之苦 你放在一個鐵幕國家 共產國家 先進國家 原來都會是同一件事 我立刻和他喝一杯 我說這樣嗎 那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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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